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支叫做 Irex的11mm f4 超广角定焦镜头 那这支镜头是目前可以在Canon全片幅上使用最广的广角镜头 虽然它长得很像鱼眼镜头,但它不是鱼眼镜头 影像是不会变省的 只有非常强烈的透视感 那鱼眼镜头的话,我有玩过Canon的8-15鱼眼镜头 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一支Irex的11mm肯定没有比Canon的11-24锐利 但价钱差了5倍之多 想象一下Irex镜头可以买5支,Canon只能买1支 那我之前也有做过一个Canon11-24的测试影片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那我们就直接先来测试锐利度的部分 那这支镜头的锐利度非常神奇 它在F4全开的时候,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出色 那如果要更锐利的话,只是缩到4.5会更好一点点 F4-F10之间其实锐利度没有差别太大 这支镜头不会因为你缩了一些光圈,让你的品质变更好 那影像品质的部分超过F10之后,从F11开始 影像品质就是以跳楼的速度下降 那这支镜头我觉得可以接受的范围就是在F4-F11之间 刚刚我们讲的都是影像正中间的锐利度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影像边角的锐利度 那影像边角的锐利度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从F4开始,影像品质会随着缩光圈,而让影像品质变好 到了F10跟F11之间,我觉得影像品质已经到了巅峰 再继续缩下去的话,我们影像品质也会以跳楼的速度下降 下一个我们来测试的就是色差 那如果要以缩光圈的方式来改善色差的部分 从F4最大光圈一直缩到F22 色差的问题都要一直持续的改善 下一个要测试的就是镜头的炫光与光斑的抑制 炫光的部分我觉得它的抑制已经是算非常非常出色了 光斑的部分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下一个我们来看到变形的部分 这一支的镜头变形其实算非常非常的轻微 但仔细看的话你用肉眼还是可以看出来有变形的现象 像最左边这一根杆子有比较明显的变形的现象 但我觉得这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这支镜头的重量790公克 不算轻也不算重 就放到你的袋子是有感觉的 但你也没有到负担那个程度 那IRIX这间公司很酷 它一样11mm镜头套出两种版本 一种是塑胶版本 一种是金属版本 那我买的是塑胶版本 那塑胶版本我是觉得 还不错因为重量比较轻 但这支镜头上面不可拆的遮光罩 在使用的时候不小心就用断了 那我断掉的遮光罩 只能用强力胶大概的把它贴起来 那我当然是推荐大家去买金属版本 不要买这个Firefly塑胶版本 那镜头盖的设计我觉得也颇有趣 它的卡榫只有在左边一右边有 盖上的时候你一定要对齐镜头盖里面的卡榫才能盖好 如果没有对齐的话 你的镜头盖就等于没有盖一样 它就会随时飞出去 那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个镜头盖的设计 我觉得这样盖起来需要花非常多时间 才能把它盖好 真的 镜头上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对焦锁 但这个对焦锁的实用性我觉得 应该一辈子只会用一次吧 对焦锁锁到最紧的时候 你的对焦环还是非常容易去转动 只是感觉阻尼变紧而已 我拿这支镜头出去拍照的时候 完全不会碰到这个对焦锁 完全不会 因为可能不符合我自己的使用需求 但是它的对焦环还蛮特别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凹槽 就会让你知道无限远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靠你的经验就知道 诶,我现在转的还是一公尺 好,我现在又回到无限远 然后再靠你的经验 诶,我现在转的是50公分 那也因为这支是超广角镜头的关系 所以它的对焦其实还蛮容易的 你只要找到无限远再转回来 一点点两公尺以外的东西 全部都有焦,真的是 但是如果你要拍镜物的时候 你还是要好好对焦一下 因为这支是手动对焦镜头 它没有自动对焦 那最后,谁会需要买这支 Irex 11mm的定焦镜头呢? 第一个就是你想要世界上最广的镜头 但你又没有钱买Canon的11-24 诶,11mm就在这里 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接受手动对焦 因为没有自动对焦 然后很多人就会跑走 但手动对焦其实还蛮简单对焦的 11mm几乎什么都在焦里 OK,这就是我们今天 Irex 11mm定焦镜头的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 按个赞,点赞,订阅,然后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疯狂东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